接下来为您播出夜线 为了和网友见面 妻子留下字条离家出走 把电话他不接 因为他电话停接 在这种情况下 跟女孩子的人生安全 能不能得到保证 那不是他说了算 网络间 丈夫假扮女子与骗子周旋 他能否找到妻子的下落 他把我老婆骗走 他骗我我也要骗他 网恋的真相 以爱之名的控制 这一切竟然是利益的驱动 我都是骗他 复杂的身世 错位的情感 谁来拯救这只迷洋 他是我的亲表哥 他妈妈是我的亲姑妈 敬请收看本期夜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这是一个关于拐骗妇女 和解救被拐妇女的事件 但是恐怕它跟您想象的这类事件 完全不一样 一起来看 贵州人小雨和妻子小雪 以及自己的母亲 同在浙江省宁波市银州区 一个工厂里打工 生活简单而平静 不料今年八月底的一天 本来因为肚子疼 在家里休息的妻子 却离奇地失踪了 我回来了 我妹就开这个门嘛 开不掉了啊 人人不在的 叫门关着了 叫门没声音 然后看看她才看见 她要是放在窗台上面 我说人不见了呢 人肯定走了 作为婆婆的罗某 为何对儿媳妇的失踪 有预感呢 难道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吗 心急如焚的小雨 得到消息后 马上赶回家里 正不知如何是好的她 在两人的床头上 发现了一张 妻子留给她的纸条 她问我为什么 就是我妈 她就寄钱嘛 我妈要给老板 叫老板不要给她钱 她说这样这么意思 她要走了 她到她老爸 他们那里去了 她说是她叫我放心 如果我想到她是夫妻的话 我就过去和她在一起 想不到就算了 她说是叫我放心 是她爸爸来寄她的 看到纸条 小雨悬着的心 稍微放松了些 因为在这张纸条里 妻子表达了一层意思 就是自己是因为 钱的问题才走的 在异乡打工 本来收入就不多 再加上自己和妻子 有三个小孩 开销就更大 所以在钱的问题上 平时是把她紧了一些 妻子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 被岳父接走了 也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她马上给妻子打电话 想着能解释一下 自己好去接她回来 老婆的电话打不通 也许是还在生自己的气 她又赶紧跟岳父打电话 结果小雪根本就没有去自己父母那里 我给她说 她说她不知道 我说她自己写 清楚写下来的字 的人也说是你来接她的 他们说 他们就一句话就不知道 妻子到底去哪了 就在小雨一筹莫展之时 忽然想到 小雪平时喜欢在网上聊天 她连忙登上妻子账号查看 通过查找妻子的聊天记录 小雨发现 妻子这半年来 经常和一个姓李的男人聊天 而且最近几天的聊天记录中 出现了要带妻子走的字句 于是小雨脑海中 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准备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她把我老婆骗走 她骗我 我也要骗她 因为我骗她是对她好 因为她骗我 她把我害得太惨了 我说我要骗她过来 是让她感谢 不要再做这种事情 因为怀疑是网友李某 带走了小雪 小雨重新申请了一个QQ号码 化名燕子 主动和李某取得联系 说自己是小雪的朋友 她说我是没有把握 我只是想试一下 想试一下 因为你不试一下 你对没有你不知道 试试看才知道 不管了就好像一条河一样 你不下去试一下 你不知道这水多深 和对方聊天的时候 小雨故意地不时流露出 对目前家庭生活不满 而且有和李某处朋友的想法 我回来聊的第一次 我说我在广东 她说她也在广东 我说我在广东汕头 我说我要回宁波去 我说我是到这边来玩的 我和我老公吵架了 我说我跑到这边来 然后她说 我说过几天也走了 她说你不要走不要走 我明天来几年 我说我这票都买回来 最重要的 她说老婆 我好想抱着你睡 我说我也想 其实就在我那里 假装和他聊完 聊了几次之后 李某就表现出 对燕子的喜爱 开始在往来的对话中 称呼燕子为老婆 一段时间之后 她突然提出 要看看燕子的照片 我和他聊 就是聊得很近很近的 然后她说 她说我发送照片 我就在电脑上面 下载了一张图片 是从车面照下来的 看起来人还挺漂亮的 这人还挺漂亮的 照片这一关过去之后 对方提出视频聊天 小宇以自己的手机 比较落后为由 搪塞过去 我就说我没事情 手机没事的 我离网报也太远了 但是很快骗子李某 又提出要给他打电话 刚开始我没给他 他就说你号码不给我 我就不和你聊了 我想一下 那不就还是拿个号码给他 我就拿我省下的号码给他 他说如果打来叫我接一下吗 他说他接它是个懒的声音嘛 然后我省略不是说话 喜欢笑嘛 接电话也喜欢笑嘛 收接话也笑 那我就给他 我先给他说 你接到电话你不要笑 正经的 正经的给他说 然后我省略接到他电话 就不笑 然后电话一挂了 我又可以和他一起聊 让小语没想到的是 自己耍的这个小花招 还挺管用 非但没有引起骗子的怀疑 还从这第一通电话里 确认了妻子 确实在他们身边 我省略就问他 学校有没有在他那里 他说在 但是没联系的 那我省略说 那不是你过来接他的吗 他说是啊 但是我接过来以后 就没有在一起 不帮联系 那我就知道 他在那里 和他们在一起 不管怎样 确定了妻子的下落 就算没白费心机 由于骗子李某 一般都是夜里十点以后 才打电话 小语就让婶婶搬来 和自己母亲住在一起 这样打电话的时候 他可以在旁边 给予指导 出人意料的是 聊了几次之后 对方就表示 要来宁波 接燕子走 一直都是他要来接我 然后我就想 他这种人就是拐卖 他在搞拐卖 要不然他不会再来接 第二个的 我就这样想 我就搞到最后面 但是他就说 我就问他 你要不要来接我 不然我要走了 他说你到哪里去 我就给他说 天涯海角 世界这么大 我哪里都可以走 他问我去干嘛 我说去找个扣山 我就是去找个扣山 他说你不要走 然后过几天我来接你 我不相信他来 那晚上他打电话 他都说他不来 我问他要来不来 他说他不来 那第二天 他就打电话来 他说他来了 对于把骗子骗过来 这件事 小语和他婶婶 本来都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 没想到这么快 骗子就上当了 他今天找KQQ 那时候他说 如果过来的话 如果说见面 见了面的话 如果约翼的话 他说叫我 跟他找个扣山妈妈 那我说 我就答应他 我说可以 我就不相信他来 那我就对他说 我说我还上班 我说如果你来了 那你就到哪里 哪里等我 我这样对他说嘛 那他就 他就 一会儿又打一次电话 问我还做什么 问下班没有 他说他在哪里 哪里 那我才相信他真的来嘛 由于不知道骗子会来几个人 而且对方既然是拐卖妇女的 身上有没有可能携带凶器呢 为了保险起见 小语选择报警 寻求警方的帮助 当时来报警 我也觉得 如果能把这个 那个骗子会骗来 我们觉得确实半信半疑 觉得骗子的话 我们公安机关要去抓的话 得动一些脑机了 凭他一个 就是说被骗的人的家属 就通过一些 一些自己的办法 能抓到这个协议人 就骗到了 我觉得也还不可思议的了 虽然对于报案人的话 半信半疑 副警官还是带着小语他们 来到双方在电话里 约好的见面地点 因为之前在聊天过程中 见过对方发来的照片 小语的婶婶 很快指认出了对方 而对于从天而见的警察 把两个骗子搞懵了 两个人被我们抓到之后呢 就一直叫 说凭什么抓我们了 就编故事 我是来这边见个网友的 表现得很无辜 一开始还要问他们 说那个罗雪 你们认识吧 不认识 你不知道 然而做了亏心事 毕竟还是心虚的 第二天 经警方审讯 两人交代了 拐骗小雪到福建卖淫的 犯罪事实 但是还有一个疑点 陌生的网友在网上 花言巧语的几句话 就能轻易地把小雪骗走吗 那为何她又留下一张纸条 不让丈夫找自己呢 这些问题 也许只有小雪自己能够回答 这骗子也够好骗的 这男的老婆小雪 能被这样的骗子就给骗了 这脑子也不大灵光啊 这老公可够聪明的 你看她使这些招 虚实结合 循序渐进 又敌深入 你说她怎么没早想住这些招呢 把这招用自己老婆身上 老婆至于跟骗子抖了吗 你说这骗子会钓鱼 没有想到 咱这丈夫也会钓鱼 一钓还把两个骗子都钓出来了 说这老婆离家出走 男的倒霉啊 我刚在新闻里看见一个男的 比他可倒霉多了 这男的呀 年轻的时候吸过毒 后来早就戒了 几十年没碰过了 做生意做得也特别成功 生活条件也特别好 现在都四十六岁了 说在江西做生意 家庭也特和睦 对自己老婆感情很深 前些天呀 跟老婆为了教育孩子的事 吵了嘴了 老婆不高兴 离家出走 说跑浙江去了 这男的当时就特受打击 特别绝望 大概是离开这老婆不行 然后这么一绝望吧 也不是搭错哪根筋了 把毒品找出来 又吸了一次 就这么一下 让警察逮着了 嘿你说这代价 世界之大 武器不有哈 有那个不好的事 也有坏事变成好事的 话说在福州 有这么一新闻 有一女子在公交车站上 跪着求大家买她的女儿 这是万万没有人敢买呀 大家五元十元一百元 往她手里塞钱 她就是常跪不起 怎么回事呢 原来她卖女儿 是为了救自己老公 老公在外打工 从三楼上摔下来了 这个屋主呢 只给了几千块钱 再也联系不上了 等着钱救命 做手术啊 结果这事呢 卖女救夫可传开了 几天之内 大家捐了一百二十七万 要知道这两口账上 可从来没超过五千块钱 丈夫得救了 吃水不忘挖井人 结果呢 这丈夫又想 咱受了社会这么多亿 也得回归社会啊 拿出六十万 又捐鬼了社会 你看还是又有良心的人了 你说这小雪啊 就为了一点感情的不顺心 就跑了 跑到最后吧 最后你还不知道 她走到什么一条路上来 所以这夫妻啊 千万不要因为矛盾 就觉得会怎么着了 也不要相信 网恋一定会有好结果 关于这事啊 七嘴八舌的议论还多着呢 在警方的突击审问下 骗子李某叔子俩 交代了拐骗小雪 去福建卖淫的犯罪事实 在得知小雪 在福建的下落之后 警方马上成立专案组 从宁波赶到福建 去解救受害人 当时我们这个专案组的 也是心比较急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女孩子的人身安全 能不能得到保证 那不是她说了算了 这个情况或许会发生变化 那有可能嫌疑人 把她带到这家店里面了 过了几天以后 他们把她弄到 另外一个店去了 人找不到了 那就不好办了 为了确保受害人的安全 专案组当天下午 就从宁波开车去了福建 十个小时之后 在半夜赶到犯罪嫌疑人 执任的地点 我们分成两组 一组是在抓那个老板 一组要解救这个受害者 我们在另外的地方 首先抓到了那个 开店的那个老板 我们先抓到了 然后呢 经过再一步的询问呢 我们找到了 他们这个女孩子 受害者住的房间 我们也找到了 不是跟卖淫的地方 是同一个点 在顺利解救了消息之后 警方连夜进行审讯 基本掌握了 足疗店老板梁蓉 和李某叔侄俩 何某拐骗妇女 卖淫的犯罪事实 今年 在广东打工的李某叔侄 遇见了同样来自 贵州碧阶地区的梁某 三人很合拍 也很能聊到一起 梁某告诉叔侄俩 自己在福建那边 开了一家按摩店 现在需要女孩子 让他们帮忙留意一下 就跟我叔叔 有没有那个女孩子吗 他说 你得借借她女孩子 回去吗 后来 叔侄俩商量这件事 侄子一下子想起 自己在浙江宁波的 女网友小雪 就提议到浙江 把她带过来 梁某听了这件事情 给叔侄俩出了路费 过了几天 小雪被成功拐骗至福建 被安排梁某的按摩店里面 随后梁某的女朋友童某 也来到按摩店 负责看管按摩店和小雪 同时梁某每个月 给叔侄俩支付工资 刚开始的时候 说的是给一万块 一万块钱 是一次性还是每个月 工资 一个月工资 一个月给小雪男朋友 一万块钱 他是老板 我是拿工资的 然后那个人是我给他的 在里面拿工资 然后我们 比如说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 把一个人放 你店里面上班 然后这个人还是我们的 然后赚了钱 就是说你 你一个月分 你老板 老板一点 老板是开店的嘛 然后在店什么 然后这个钱 你收到时候 到一个 满一个月了 你这个钱就给我们 那么小雪 到底跟侄子李某 是什么关系 她为何轻易地 就选择和李某 离家出走呢 这还要从小雪的 身世说起 如果不是事先了解 任何人也不会想到 眼前这个 只有19岁的女孩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更为离奇的是 她和老公小雨的关系 她是我的亲表哥 亲表哥是吗 她妈妈是我的亲姑妈 小雪下面 还有三个妹妹 一个弟弟 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只上到小雪五年级 就回家干活了 直到她14岁 才跟着小雨 回乡探亲的妹妹 出来打工 但没想到一年之后 在自己姑妈的安排下 就嫁给了 比自己大10岁的表哥 之后的三年 连续生了三个孩子 这样的婚事 自己的父母 自然不会同意 所以两人也一直 没有领取结婚证 俗话说 贫贱夫妻百事哀 日常生活的拮据 再加上丈夫平时 有事没事就喝酒 夫妻俩之间 很少交流感情 我喝酒 只要我不醉 他不会受的 我喝了酒 可以带小孩 他也不会受的 那喝了酒 小孩不能带来 那他就要受我了 我跟他在一起 那么久了 我从来没听过 他说一句 他喜欢我 你从来没有听过 他说过什么 特别让我感动的事情 连我生日 他都没跟我说过 一句生日快乐 你打过一次 打过一次 为什么 什么时候 前几天吧 前几天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生日不好 我本来说 我下午去带他去看 但是中午他没回来吃饭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 他也不来 然后我发火了 我打了他一下 一次回老家的时候 小雪通过磕磕聊天 认识了附近的老乡黎某 这胡乱加的 基本上看他年龄差不多 跟自己 然后 然后 就聊天 聊得来 然后 就加他的头像 很好看的那种 然后我们就加上了 后来 两人通过磕磕 不断联系 聊得很投机 小雪 小雪常常向他倾诉 对丈夫的不满 在他看来 李某幽默风趣 经常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 小雪感情的天平 已经慢慢向李某倾斜了 就因为他不 他不会喝酒 他也不怎么抽烟 那个男的 我对他印象 反正很好吧 其实 对于妻子 爱和陌生网友聊天 作为丈夫的小雨 是有所察觉的 看经常聊天 电话也多嘛 我老婆不在的时候 我接到他电话 电话来了 我一接我就知道 那个人说什么 他也没什么 听到我是难道 他就没说 他就过来 虽然心里很不舒服 毕竟两人 已经生了三个孩子 离婚是小雨不曾想过的 他也曾试图用话 暗示一下自己的妻子 要有所节制 手机不要玩了 我说你就是 你要为三个小孩着想 你玩手机 小孩你都不管了 你玩手机有什么用 我就说你 你就是 就是不想和我在一起 你要为三个小孩想一下 不能让小孩这么小 就没了母亲 那你就明明知道 他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 但是也要跟他调整 对 我不想把这话说出来 我知道 说一说出来 这话一说出来 对谁都不好 近亲结婚 本就不被法律所认可 双方的老人 也因为这桩婚事 闹得不可开交 再加上生活所事上 产生的小摩擦不断 所以当小雪接到 李某的电话说 要带他离开的时候 他以为抓住了新的希望 我会跟这个男人走 是因为我跟我婆婆吵架 跟我老公吵架 然后我又打电话 跟我妈说 然后我妈说 我要做什么随便 她说叫我做了 别后悔 因为我已经做了 解诈手术 小雪说 其实当时离家出走 本来是打算先去 母亲打工的广东的 我说我想去我妈那里 然后她说 可以啊 她说就带我去 然后上车了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带我到福建去玩两天 又没什么事 玩几天嘛 要是你想去你妈妈那里 然后我又再带你去 然后我说 那好吧 那时候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我就这样就跟她去了 骗我是谁 我都是骗了她 你骗她什么的 就是喜欢她 我骗她吗 其实你不喜欢她 你只是想骗她 你只是想把她带到 福建里面去 对 可到了福建后 李某把小雪介绍给梁某 让她在梁某的按摩店里工作 小雪开始怎么也不同意 可经不住李某叔侄俩 轮番做思想工作 她也想过反抗 但又害怕反抗挨打 最后就同意了 眼见这条生财之路 来得如此容易 叔侄俩打算再找几个这样的女孩 所以后来碰到主动送上门来的燕子 他们没有过多怀疑 以为这会是第二个小雪 我叔叔不是 扣上她 她有一个女孩子 她和女孩子聊天的 我也不知道 她说她去见面 去见那个女孩子 我说你见也没见过 你去见什么面 然后她说没事 又买东西过来 然后下车等到那个 等下半天没看到人 然后我们又就被抓了 最终 浙江省宁波市银州检察院 以涉嫌拐卖妇女罪 逮捕李某叔侄俩 以涉嫌拐卖妇女罪 和容留卖淫罪 逮捕梁某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今天在聊一起 拐卖妇女的案件 到场嘉宾 心理专家汪斌先生 媒体人张春卫女士 欢迎两位 这个拐卖拐骗解救的故事 跟我们以往所能想象的 出来的那种拐卖和解救 不一样 我们会想一个女孩子 好好的就被骗子给骗走了 不幸落入了一个魔窟 女孩一定万分不愿意 誓死反抗 然后最后在警方的 被解救 然后回到家里 亲人团圆抱头痛哭 这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故事 但事实上这个故事是 到目前为止 女孩虽然是被拐骗的 是被解救的 她不讨厌那一段生活 她不恨那个拐骗 她走那个骗子李某 甚至到现在都挺喜欢那个李某 她并不热衷于回家 跟这一家子团圆过日子 她甚至并不感激警察解救她 所以对这样的一个现实 我不知道春月老师怎么看 就是她本来是想装糊涂的一生 但是呢 最后因为网上的一段感情 装糊涂的一生 她就想不糊涂下去了 但是你会发现 她的这个不糊涂呢 结果呢 又碰上了更多的糊涂人 因为骗子也很糊涂 骗子就觉得 带了一个姑娘 后面还会有一群姑娘 所以到最后你就会发现 一群糊涂人 在猛猛咚咚的 奔着一个致富的道路 这个致富也打个引号 然后最后警察的出现 把所有的东西都破坏掉了 实际上破坏掉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什么东西叫幸福 什么东西是可以成为 我们所说的幸福的 可能他们并不清楚 什么叫她原本打算装糊涂过一辈子 后来又不打算装糊涂了 因为最初的话你看 她会觉得跟她的丈夫之间 不好交流下去 她丈夫也知道她外面 可能抠抠聊天啊 这些东西会带来什么 丈夫也就想装糊涂 哎呀不想说只要能够将就着 我们就能够把这段婚姻给走下去 好吧两个准备装糊涂的人 碰到一个着急把她带走的骗子 好这段糊涂的生活 就想不糊涂下去了 但是这个时候丈夫也不糊涂 丈夫就想尽办法 把这段经历给找出来 然后最后骗子糊涂了 骗子被胜利冲婚糊涂了 骗子就觉得 这次又有一个小姑娘要来了 结果到最后你会发现 一群看起来糊涂的人 做了一群可能看起来不糊涂的事 但是这个糊涂和不糊涂之间 都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绝大多数人都破坏了法律 王明老师您说 小雪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我们听到小雪故事 我觉得这女孩怎么底线这么低 一个不抽烟不喝酒 能给她点快乐的人 哪怕让她去卖淫 她能接受 其实人是在关系中长大的 她这底线低 是因为她在长大过程中 你看老婆不疼就不爱 没有人关心她 老公对她 她的这个表格对她是这样的 所以实际上她对人是没有期望的 她也不能有期望 所以在人际观念中养成一个印象 我猜啊 就是我是不值钱的 我是没有价值的 结果这个人贩子呢 看到她的价值了 她在家里以前没有人看中 她现在有人看中了 用这种方式可以变现 她甚至觉得 我突然被人争贵了 哪怕是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可怜 非常可怜的女孩 她是贵州的这个比较贫困的 山区的姑娘 家里边是在那个地区 大概也没有什么这个计划生育之说 她们家五个孩子 她是老大 然后呢 没受过什么教育 小学都没念完过 14岁就跑出来 所谓的打工 直接就被家里的长辈做主 跟了自己的亲表哥 然后跟了之后 三年就生三个孩子 跟那个表哥没有任何感情 互相完全不喜欢 那个表哥 我想这个女孩 她没有得到过爱情 她没有得到过一个男性的喜爱和滋润 然后她都说不清楚 她为什么不喜欢这个男人 她只能 她能想得出的理由 就是她又抽冤又喝酒 而那个表哥 那个表哥的人生理念 就叫男人不喝酒 什么男人不抽烟 网在人世间 男人不喝酒 网在世上走 这就是她的人生信条 就是一个优秀的男人 就又抽烟又喝酒 她不能给那女孩 带来满足和安慰 而有一天 那个女孩陷入魔窟的时候 陷入不幸的时候 她碰到了一大堆 跟她表哥不一样的男性 那些男性又会开玩笑 又会给她买吃的 又会给她买衣服 哄她开心 我们不能说这女孩 用平常好的话 说那人特不要脸什么 不能这么说 没有人教过她 比如道德感 自尊心 规则 法律 她不知道 没人跟她说过 就她很本能的 就忽然有一大堡人 让她特高兴 她可能就觉得 这日子挺高兴的了 对 而且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丈夫呢 去模仿一个女子 跟这个骗子交流的时候 你像这个骗子 很快就说老婆老婆的 你想啊 估计她平时都很难 把她的这个太太叫老婆 但是可想而知 骗子所带给她的 无论是语言上的 情感上的 因为我们知道 语言带给人的是什么 就是画面感 尤其是一个远方的声音 会让她的这样一个联想 最终的话 体现出来就是什么 小雪会觉得 她过去的19年白火了 她会觉得 她这19年 可以重新来过 虽然她的母亲告诉她 你自己想好了 离自己决定的路 你自己去选择 因为她现在 作为一个旅行 她没有太多的价值 因为她已经接杂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她母亲只能 以她自己的经验 告诉她 你这条路走下去 你会后悔的 但是她走下去以后 她就会发现 在按摩店里面 带给她的人生 不是长辈和她周围 所熟悉的每一个人 所描述的那样的时候 她又会觉得 我这是一份职业啊 而且我还得到了 比在家乡一个月 更高的一个收入 她会觉得 这钱来得容易 这个时候 她意识到了 自己身体的价值 她重新意识到了 我可以支配的东西 还有她重新意识到了 她自己最值钱的是什么 但是这些东西 其实突破了 很多的一个底线 为什么没有人 在最需要的时候 帮她来转一步呢 我想是因为 之前她的所有的长辈 以及她周围的 邻里关系当中 都告诉她 你应该怎么样 而忽略掉了 她在成长当中 需要怎么样 现在的麻烦是 她虽然被解救回来了 但是她根本就不接受 她跟她表哥的生活 从她的情感 心理来说 她不接受 这个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她以前没出过门 没开过眼 她现在还开过眼了 她就更待不住了 再加上还有一条 最最重要的是 她们是近亲 她们根本不可以结婚 她们两个人 她跟表哥的关系 是不合法的 尽管她们自己说 没关系 可以结婚 在我们老家 这个就可以结婚 大家就这样 都可以登记结婚 但是明显的 国家法律不允许 这个婚姻 是她们不懂 还是在她们那儿 就可以胡乱给登记 我不大信 可以 我认为 这不可能 所以她们俩 结不了婚 那么如果结不了婚 这段感情 留不住这个女人的话 实际上这个家庭 未来堪忧 三个在完全关系不稳定 女孩未成年的情况 从15岁开始就生孩子 连续生三个孩子 这个都是非常糟糕的一个 让人觉得后面很棘手 很难办的事情 对 所以我就想说 一个女孩子 她已经到这个步了 这个女孩的可悲在于 她还因为已经生了三孩子 做了结扎手术 其实做了结扎手术 没有什么 但是对她来说 她才19岁 她不接受 这个不是合法婚姻 她以后还要再结婚 在她的这个生活层面里边 你嫁给人家做媳妇 就得给人生孩子 如果你不能生孩子 你怎么做媳妇 所以这个姑娘 未来怎么办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因此我们就说说 女孩 就是你怎么样能够 教育出一个 是咱家穷 咱们给不了孩子 特别多的钱 但是这个女孩 她得有规矩 知道怎么安排 自己的生活 她不能这么 就活成这么混乱和失败 想到小雪 就是张立老师说的好 她有点像 那个小孩没吃过糖的孩子 给点糖 小孩就跟你到你家去了 所以其实小雪的成长过程中 她其实说话一点都不像妈 她自己去心理年龄 停滞在一个孩子阶段 因为在亲密关系中 她没有被引导过 直接就是以孩子的心智 进入成人社会的诱惑世界 她有一个特点 她过着有精美女的日子 今天可以变现 明天怎么样不在乎 因为我会发现 很多在这种动荡童年 长大的孩子 就是一种生存策略 今天能变现 不用想明天 资料现在给都是吃的 给买钱杀金行累 明天的事不想 没错 这延迟满足怎么培养呢 这父母是个稳定的关照者 你忍耐了 爸爸妈妈可以对你更好 结果这小雪生活 可能等不到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 提醒所有的家长 特别是对女孩子 我们经常叫富养 其实富养 不一定要给很多钱 但是要让女孩子知道 自己的生命值多少 自己的健康未来值多少 对 那个富养是 孩子得自己尊重自己 不管是自己的身体 还是自己的人格 她知道自己是有价值 都是金贵的 你们不能一顿饭 一个杀金就把我领走 这是不可以的 可是没有人给过这个姑娘 这样的尊重 这样的爱之后 她就真的不知道 她该尊重自己 所以挺遗憾的 就是人生有些成长的 关键期错过了 肯定真的就错过了 对 你现在再从头 给她讲这个道理 其实已经很难讲得通了 而且很多事 都已经来不及弥补了 而且大家会觉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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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